来 我带你去见太医 来 殿下 只要身自带走范瑞 陛下会责怪你的 你都这样了 我绝对不能置之不理啊 殿下 我真的没有帮安侯冒犯 我知道 我信你 不行 就算被陛下责罚 我要带你去见太医 来 殿下 我不需要见太医 我只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那你快说 我怎么样才能帮到你 你帮我去跟严陆说 冬月婉礼不堪 不肯照顾 将它打入水牢 你疯了吗 快去 这 好 你等我 小叔 到了 给我备车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 别问 随后去就是了 小叔 不 以前你也教过我 遇事不要慌张 不然容易出错 什么时候轮到你教我做事了呀 我只是怕小叔 你一时情急 做错了决定 多嘴 去吧 轻一点 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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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殿下 我没事 我在水里稍作休息 您在旁边等一下就好 好 放心 我就在一旁守着 你有什么事就喊我 我 你 殿下 你别回头 你裘服都湿了 又破破烂烂的 不如换我的蝙蝠吧 我放在这儿 好 冬雨请是女儿身 殿下 多谢赞殿下救命之恩 冬雨 难道 真的是这水牢救了你一命 殿下有所不知 我这身体异于常人 伤口浴水就能复原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真是个奇人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替你保守秘密 殿下 你真好 小叔 你不是说我左相这人万万不能得罪吗 怎么还是来了 我只不过看一眼犯人 左相应该不会怪罪于我 我还以为你要劫狱呢 带上我也算是个帮手啊 唉 鸡鸡嘹 听说冯大人 最近在办安侯的案子 没想到这么晚还不睡 来夜访大理寺啊 冯某答应过陛下 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有罪之人 有趣 本皇子也答应过自己 绝不让大理寺言行拷打 冤枉一个无辜之人 那冯某驻殿下心愿达成 三皇子既然来过 想必冬月应该无大碍 走 果然是 怎么打也打不死 你的目的不就是让我死在大牢里吗 días 我们想吐了 我们想吐了 可惜没有如你所愿 无限安侯一案 人政无政俱全 你以为你有了新靠山 就能免罪吗 三皇子在朝中毫无势力 你若想脱罪 还是要学得聪明些 什么人救我 什么人害我 我心里清楚 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不妨告诉你 我与三皇子交恶 他要救的人 我偏不放 接着打 是 别动 我自己来 我命打 到十年了 了 你本事我把你招呼 我仅仅的 点点点 点点点 你吃了更好 你吃了一口 你吃了一口 滑回回来 我 Chest 好